那很快明年初 我們要選下一任的總統 現在國民黨內總統確定要徵召 徵召但是很有趣 今天傳出來說 因為侯友宜的民調一直下滑 所以國民黨徵召 就是說會把那個男人韓國瑜 放入徵召的評估裡面 我們來看相關的報導 要徵召 就現在徵召 建議黨中央辦3到6 政見辯論 雖然路南發起人趙紹康 再次對國民黨喊話 要徵召就要快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民調 2024總統支持度 賴清德以38.4%奪冠 侯友宜的支持度26.2% 差距超過10個百分點 如果換成郭台銘PK賴清德 賴清德獲得四成支持 領先郭台銘將近兩倍 值得關注的是 號稱藍營最強母雞的侯友宜 和去年12月相比 一路流失了17.8個百分點的支持 侯市長跟我是老同事老朋友 我們常常見面 常常通電話 常常有簡訊 我們都是對所有的問題都非常地了解 何時朱侯惠 朱立倫只說過去常見面 但國民黨啟動徵詢機制後 他已經和郭台銘韓國瑜見過面 未來還要做內參民調納入 郭台銘韓國瑜 所謂的內參民調就是 我們現在台銘上面最強 我們都會把它拿進去 那當然包含韓國瑜 來 國民黨副秘書長 盛讚韓國瑜台面上最強 最強母雞 換了嗎 拉韓打猴 疑猴論 甚嚣成仗 不是侯友宜往下調 而是國民黨現在的民調 的確是往下調到 那這裡突顯然 已經支持著一個焦慮感 認為說為什麼 好好一張一手牌被國民黨打成這樣 排除所有的障礙 團結所有的力量 猴猴坐在一起 續航力快用完 猴友宜支持度 熊熊掉兩成 來迎徵召狂喊團結 但是幫誰排除障礙 要看到最後才知道 韓國瑜會不會納入徵召呢 今天媒體有不價報導 剛剛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最新的瘋傳媒的報導 朱立倫證實了 上週陸續跟韓國瑜郭台銘見面 國民黨發言人楊志瑜 今天說朱立倫與韓國瑜有共識 會團結所有力量支持黨的主要候選人 所以韓國瑜要放進徵召的名單裡面 從這段文字看得出來 韓國瑜可能沒有特別要選總統 如果韓國瑜要選總統的話 不會完全這麼安靜 其實從過年到現在 他完全都幾乎沒有他的新聞 但的確我必須講 昨天因為我們的副秘書長 接受一個網路節目的一個直播的時候 講出說徵召名單裡面有韓國瑜 所以今天就拋出一個這個 類似說 拋出韓國瑜卡侯友宜這樣子一個新聞 我會覺得說因為韓國瑜的確是我們主要的一個 國民黨的一個很重要的意見領袖之一 那也是總統可能的人選之一 所以早期原本去年年總統還會討論韓國瑜 只是因為韓國瑜都沒表態 大家都沒把他放進去了 但在所謂徵召名調裡面 把所有各個可能的人選 或可能潛在的人選都放進去 的確是我覺得黨內必須做的事情 因為就我所知 現在國民黨做民調不是這個月才做 從過年開始 從今年一月一號年初的時候 開始不斷的都有做主要人選的 國瑜的民調 所以看得出來 其實國民黨其實針對所有的候選人 當然都希望說 只要找出一個最有可能勝選的那個人出來 所以當然會把所有名單放進去 那現在把韓國瑜拋出來 並不是因為候宜的效果 據我所知 目前國民黨的主要的候選人的民調 基本上都是往下趨勢 這來自於國民黨現在一直沒有一個 推出一個統一的一個人選 並沒有推出一個人選 所以倒是像選民現在有點紛爭 而且現在他包含這個支持國瑜 也能買出來的 然後不斷的去對候宜進行一些批評 這也會讓國民黨內部的人會覺得說 我們國民黨就內鬥了 那總統這樣子 那立委選舉可能也發生類似的事情 的確會讓國民黨這個支持的士氣 不斷的往下 那回到最後韓國瑜到底 有沒有可能出來選 按照他目前的這樣子的作為 我認為出來選的可能性 微乎幾微 你覺得他出來選的可能性不大 我覺得不大 那萬一如果把他納進民調 現在可能真的會把他納進民調 我必須說假設 複密書長說有把他納進民調 所以事實是這樣子 那萬一他民調最高怎麼辦 對 假設他民調最高 你看國民黨 我說是滾動式的民調 所以沒有人知道國民黨正在做這些東西 而且時間也不確定 所以現在很多家都在做 沒有人 所以不會有那種挑對手的問題 所以假設現在真的韓國瑜 民調是最高的話 那就代表說客觀 事實上他就是最強的候選人 好假設他民調第一名有決定 那朱立倫就要去跟他談了 你要不要選 你願不願意選 你肯不肯出來選 包含黨中央也要去規劃說 假設韓國瑜出來選 2020年上次的一些爭議 你會不會重新再問回來 這當然黨中 這朱立倫的課題 他必須解決這些問題 那你會不會擔心 我不會擔心啊 我支持最強的候選人 又是怎麼擔心的 所以韓國瑜最強 你也支持 我沒有 我們按照客觀數據講話 這委員果然老實人 我們繼續來看 最近郭台銘動作很多 他現在正在美國 這三月二十八號到布魯金師學會 外交政策研究主任 歐漢隆跟他見面 三月八號參加玉山科技協會晚宴 然後郭台銘三月八號在馬里蘭大學演講 這在美東 那記者當然問他說 你會不會選總統啊 這個朱立倫講說 上週跟郭台銘已經見過面 所以郭台銘是跟朱立倫見完面之後 才出國的 傳達兩件事 最重要是團結一切 可以團結力量 排除一切可以排除的困難 好 那記者問郭台銘 要不要選總統的時候 郭台銘是這樣說的 外界關心他是否參加二零二次總統大選 他引用老子的道德金 現在大家都越來越有學問 天知道不爭而善勝 人知道為而不爭 我如果不講後面白後文 誰聽得懂啊 表示說只要信眾有人民 人民就會做出正確選擇 好 那現在所以郭台銘並沒有講 他要選或是他不選 他基本上保留一個彈性 所以我請教一下這個劉委員 你覺得國民黨納入韓國瑜 這是一件好事嗎 我覺得相對國民黨 他現在混沌不明 民進黨是真的是比較清楚 而且明瞭 因為我們的候選人已經出來 不過國民黨的候選人 最後是誰 我們當然是表示尊重 但我覺得韓國瑜會被可能納入 國民黨的總統民調裡面 我覺得這空穴 布萊峰啦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有一定相當的 一個考慮性在裡面 那包括委員 他是屬於國民黨的青壯派裡面 他說如果是 但外界來解讀 可能認為說 如果是韓國瑜 真的民調第一名的話 會不會在國民黨產生另外一波的衝擊 或波折 但是他顯然 他就說他會尊重這個 這個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我覺得從另外角度來看 就表示在藍 藍色的陣營裡面 確實韓國瑜 就算他從二零二零到現在 其實已經幾乎非常的虔誠 非常的低調 但是他還是有一股他支持他的力量 所以不得不去 就國民黨的內部來不得不去重視他 這是第一個 所以可能會把他列入民調 雖然國民黨已經否認有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 那當然就會扯出另外一種 一種的聲音出來 就是說那是不是把韓國瑜放棄民調的時候 是對侯友宇來講 是有一種卡位的意思 卡位有兩種 第一個說不定韓國瑜真的是贏他 或者是因為韓國瑜出來之後 搞不好變成是朱立倫或者是郭台銘比較強 有可能 或者說最後韓國瑜雖然是出現 但是他不再是秋風掃落葉的方式 所以他可能就要是跟國民黨的各大 派系各大三頭 他要表示他比較多的尊敬 什麼等等 大家好好的來談 這個都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像郭台銘現在到美國去 那美國可能對郭台銘來講 現在是他的主場 所以他可能就要是跟國民黨的各大派系 各大三頭 他要表示他比較多的尊敬 什麼等等 大家好好的來談 這個都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像郭台銘現在到美國去 那美國可能對郭台銘來講 現在是他的主場 因為他留在臺灣的話 第一個他現在到底是不是國民黨 竟然確身為民 第二個會不會把他納入民調 坦白講他又不能主動 那麼主動去表達 但是所以他回到美國來講 是透過他的企業的方式 可能會對他來講是相對來講 是一種一種主場 對所以國民黨對國民黨來講 到現在這樣混沌未泯的狀態之下 後續會怎麼發展 我覺得相對民進黨來 相對民進黨來講 我想賴清德副總統 他一個準總統的候選人 這樣的一個身份到處 不論是跟產業界 跟青年跟黨內的各大系統 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我覺得是讓人家覺得這個是一個 有準備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相對國民黨這樣混沌 賴清德顯然是起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位置上 記者 李宗盛